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个部分 PT位置控制模式它的基本架构 我们PT位置控制模式呢 它的基本架构就像这个图所显示的 在紫色的部分是我们位置控制相关的单元 在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回圈的部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属于我们位置命令处理跟控制单元的内容 至于前面所介绍过的速度控制回路跟电流控制回路 就请大家回头去参考第16单元的内容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外回圈的位置回收 我们借由这个位置控制单元的命令处理 就可以精确的控制我们四伏马达的位置输出 我们位置命令的处理单元呢 它的架构有点复杂 所以大家可能要参考纸面上的详细的内容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架构下呢 蓝色的部分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所谓的PR模式的位置控制处理方式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第18单元为大家做介绍 我们在这个单元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属于PT控制模式下的处理方式 也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讯号输入之后呢 我们后面有个计数器 那这个计数器呢 会去累计我们迈波数 那进而去调整我们位置控制的控制命令 那不管我们的讯号呢 是从PR模式或PT模式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电子齿轮比 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处理 那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什么叫电子齿轮比 接下来呢 如果是PR模式下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S型的平滑器 跟我们速度控制里面的平滑器呢 是有相同的一样功能 那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滑处理之后呢 我们后面呢 就会有一个命令选择的单元 那这个是我们设定说 你如果是用PR模式 那它就从PR模式取得我们的命令 如果是用PT模式 它就会从我们的迈波计数器那边呢 取得我们所要的这个位置的目标 然后呢进行我们四伏马达的控制调整 那最下面有一个低通率波器 那这个低通率波器呢 主要就是将我们的讯号 它的变化呢 进行一个滤波的调整 让我们没有一些震动跟噪音的发生 那最下面呢 这个所谓的位置的Natch Filter 它这指的是我们有一个 共振意志的一个滤波处理 那这在速度的模式下呢 也有这样相同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我们PT模式相关的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在我们的输入讯号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从高速的端子 或者是低速的端子呢 取得我们的讯号 那在这里呢 当我们四伏马达控制 暂时我们想要停止输入的一个命令 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位员呢 叫做脉波指令的禁止功能 那缩写呢 叫做INHP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如果我们把这个位员呢 把它设定为1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的四伏马达控制器呢 它就停止接受外部讯号的输入 只有当我们把这个INHP呢 这个位员呢 把它设定为0的时候呢 外部的迈坡讯号呢 才会进入到我们的四伏马达控制器 我们才会去处理 累计它的一个迈坡数 将它呢 对于我们的计数器 做一个增加或减少的一个调整 进而调整我们的位置命令 所以如果我们暂时的想要停止 我们马达接受外部的控制讯号 在PT模式下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迈坡 禁止的这个位员呢 把它设定为1 就会暂时停止接受外部的命令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能 那我们的PT模式呢 它的平滑处理基本上是没有的 因为呢 我们借由一个计数器 它的一个累加或递减的方式呢 其实在这个加跟减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速度变化其实就不会快 所以呢 在PT模式下呢 基本上我们并没有额外做一个 这个命令平滑的一个处理 那只有在PR模式下才有 这个呢 大家可以放在心上 那事实上呢 因为累加的速度呢 不会很快 所以呢就不需要做一个 所谓的瞬间的一个 暂态响应的平滑处理 那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所谓的电子齿轮比 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呢 我们利用电子齿轮比呢 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命令跟我们马达 实际运动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 那目的呢 其实是要让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呢 我们的麦波数它所对应到的机械结构的一个运动呢 有一个比较容易计算的一个数字调整 这样子我们在控制的一个命令下达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而且有意义的一个数字单位来做处理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 假设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机构 我们的马达后面的编码器呢 假设它一圈有一万个PERS 那我们接的这个导螺杆上面呢 它的螺距也就是每旋转一周 它的一个移动的距离呢 是三个mm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简单的直接用编码器的PERS来算一下说 那我一个编码器的PERS对应到多大的距离呢 这时候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用电子齿轮比 让它的比例是1的话 那代表说我们外部的每一个PERS呢 它所对应到的马达移动的距离 这个导螺杆会运动的一个PERS 就相当于是0.3个micrometer 那这样0.3个micrometer呢 我在下命令的时候呢 有时候计算上面就有点麻烦 因为0.3micrometer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用起来可能会觉得 计算上面有点不方便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借由电子齿轮比的一个调整呢 我们借由这个比例呢 是三千分之一万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一个PERS就可以对应到 我们导螺杆它的运动呢 就是一个micrometer 那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micrometer的计算单位呢 对我们下达控制命来说呢 就很容易的去下达 而不用做一些很奇怪的计算 比方说你想要让它移动一个minimeter 那如果我们用电子齿轮比 那我就下达一千 就是一个minimeter 可是你如果没有用电子齿轮比 要完整的一个minimeter 它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整除 得到一个完整的数字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控制上面 就会有点奇怪 所以电子齿轮比呢 主要是让我们使用者 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 脉波控制距离的一个单位换算 那我们基本上在设定这个电子齿轮比呢 我们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分子的部分 我们简称n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分母的部分呢 我们简称m 那借由这两个数字呢 的一个比例的运算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命令的脉波 对应到机构的一个运动的长度 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那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如果台达电子标准的 这个编码器呢 它一圈是有128万个迈坡 那我们呢 预设的初始值呢 n呢是128 m是10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比例调整呢 我们的预设每一圈 它的一个迈坡数呢 就会变成是10万 也就是我的马达它的输出 编码器输出呢 跟我的控制命令之间 它的关系 我要它运动一圈 就只要下达10万个ps 我的马达就会旋转一圈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电子 电子齿轮比的调整呢 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容易使用的单位 来定义我马达的运动 那进而呢 对于我们机构的运动呢 也有一个比较完整 或是比较好算的一个 一个单位处理 那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会说 有一个单位我们叫PU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者定义的单位 所以经过电子齿轮比处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迈坡输入的一个单位呢 我们就叫它叫PU 那这我们还要换算成我们机构 相对应的长度才可以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 PT模式下一些基本的 一些参数呢所做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更详细的控制内容的一个简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